主席难得今天财委会星光闪闪首长齐聚 所以请彭总裁陈主委曾次长 陈总还请 陈主委请 曾次长请 各位首长长 陆委员好 曾次长 这个南北韩现在情势紧张 看起来有一处急发的现象 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各国都非常的紧张 那我想国安基金之前因为已经结束了告一段落 所以我想请教曾次长 最近国安基金是不是准备要开会 那另外如果说南北韩的情势有紧张或进一步的发展的话 那国安基金是不是不排除会进场 曾次长请 委员好 基本上看这几天的国内外的股市都相当稳定 跟各位委员报告 比如说今天开盘就涨了 八十点 另外连韩国的股市都涨 日本也涨 所以基本上国内外目前的股市相当稳定 谢谢 所以你的意思是国安基金目前短期之内不会要开会 也没有要进场的准备 跟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会记忆职责 充分了解跟密切关键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 谢谢 所以也不排除对不对 我们密切注意 那另外我请教一下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跟调诡的现象 前天五都选举结束 那么执政党赢了三都 但是有人认为说执政党的这个成绩不算是理想 另外南北韩的这个情势现在也非常的紧张 那么可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股汇市的发展 那今天是大一起去 今天这个台币一开盘就升值了七分 现在是大概四分左右 那这个股市也上涨 所以我请三位首长解读一下 这个世界这么紧张 然后我们刚进行完一个五都选举 可是我们这个股汇市双涨 那这如何解读 彭总裁请 对 因为我在立法院呢 我还不知道市场的情况 等我回去看了以后再跟路人报告 你没办法解读 那那个陈主委呢 谢谢 我知道是股市是相对安定的 其实本来我们的股市基本面就不错 是 所以没有受到这个南北韩的影响就是了 我觉得国人的信心还算坚强 我们提到说我们的基本面是还算是蛮稳定的 是 曾次长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教 基本上委员很清楚 今年的经济成长相当不错 那产业面的基本面也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股市是反映经济的总体面跟产业的经济面 谢谢 所以三位首长里面有一不知情 那有两位是因为觉得说我们经济前景看好 大于国人对于这个南北韩情势的紧张 所以大家对于股市是有信心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涨幅来表示一个信心 那彭主才我请教一下 你习惯性这几个月动作都会拉尾盘 今天台币又涨了 你待会儿要拉尾盘吗 上委员报告呢 刚才我也说过 因为最近的进市比较平缓 比较平缓的时候费率波动幅度会比较大 波动幅度比较大 才是中央医院应急守一个价位的话 中央医院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所以中央医院只会让它幅度波动扩大的时候 就像柳氏一样 台湾来临的时候它就不会折断 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因的研究呢 最近十月份出来的报告 凡是费率有弹性的国家呢 它对于热情近日的冲击呢 它比较轻 所以必须有弹性比较好 你今天答复比较明确哦 你并没有讲说是这个股市维持一个 就是一个坚强的防线很重要 今天谈的是说让它适当的有弹性 也蛮重要 所以该升的时候就应该要升 对不对 所以它必须有弹性 费率必须有弹性 不能降硬 所以今天不一定会拉尾盘 就是有弹性的费率 不能够吸收外来的冲击 所以总裁你自己 因为你很久没有到财委会来 你自己证实外界这个金融很多的这个市场人士啦 或金融评论家常在讲彭华南防线 或者马英九防线 你自己呢再说名字 有没有彭华南防线 有人说30点 30块 有人说30块 是你的防线 那是吗 报告卢伟伟的 我不知道这回事 所以有没有彭华南防线 我不知道这回事 不是 我不是问你知不知道这回事 有没有 你自己是当事人啦 你自己是都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我已经报告过了 费率是市场决定的 当然是没有一个什么防线 没有一个防线 所以所以应该 这是一个价格 看情况而定是 总裁另外 大家刚才都谈到热钱 那你知道台币升值啊 每升值一块钱 一般估计外汇存底 我们国家的汇损啊 是105亿 因为我们的 我们是我们国家的外汇存底 是重压美元 我们的鸡蛋 几乎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就是美元啊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汇损可观 如果美元贬值的话 我们的汇损可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不会 适当的降低美元存 持有 会不会做一些调整 因为现在看起来 美元的这个贬值的情况啊 那还会继续的存在 台币还会升值 所以我们会不会 适当做一些调整 下一位都委员报告了 中央阳早已将外汇存底的 弊别把它多样化 现在在这儿 已经来不及了 是 那你多样化的话 你能公布一下 我们怎么多样化 比如说美元赚多少 欧元赚多少 你能公布一下吗 因为现在我们亚洲的 临近国家都没有公布 那么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机密的资料 提供委员参考 总裁 我跟你要了很多次 我要了好几会期 你说周边的国家 都没有公布外汇存底的组合 那你也曾经答复过我说 因为避免有人炒作 可是我们看 我们所谓的周边国家 大陆外汇存底 首度公布 大陆是一个这么保守 那么这么封闭的国家 你看他公布 他公布 他现在这个调整 这个美元 现在是65% 65% 欧元占大陆的 现在外汇存底 是25% 英镑是5% 日元3% 其他国家1% 所以换句话说 难道我们 我们的金融政策 货币政策 比中国大陆还要封闭吗 报告 盧委员 很高兴盧委员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给我几分钟的时间答复 不行啦 你只能有一分钟 我只剩一分多 你还几分钟 中国大陆 并未公布外汇全局的匹别指合 9月3日 中国证件报 他说 人行未公布匹别指合 他只是引用某位 未记民人士说 全球外汇匹别指合 美金65欧元26 英镑5% 日元3% 他猜 中国的匹别指合跟这个相近 我去查查网站 我知道 很多委员对这个有兴趣 答案是这样 他没有公布 只是一个未记民的人士去猜的 那问题是中国大陆也没有否认啊 因为很多事情 他没有像你这样跳出来 就说 不是这样 他没有像你还替中国大陆否认 他中国大陆自己都没否认耶 因为他自己的 9月3日的中国证件报 自己第一行就说 中国大陆的人民印度 不 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这么几会期都一直跟你要这个资料 因为立法院有监督的职务 我们外汇团体的操作 我们的一个投资的组合啊 跟我们国家本身的这个汇损 我们的这个预算有关系 如果说我们操作不好 一直在亏损 那你没有每年的这个国家的你要脚裤 或者是造成国家的汇损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监督范围 所以身为这个立法委员 那有必要监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机密资料的话 你愿意提供给我们 那就是至少是一大进步嘛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像刘亦如的 刘亦如主委啊 非常善于理财 听说他一两年前开始买黄金 个人就大赚的五成 大赚的五成 那在我们这 在这个美元走扁 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又重压美元 单一货币 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有点分散 但是呢 比例不高 分散的不明显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对于这个黄金的储备啊 要不要适当的提高 有几周边有事 世界看看国际情势紧张 那黄金可能又要再涨 那这一两年当中呢 我去特别调你们的资料来看 你们整个这个黄金的储备啊 都没有 这从2000年到现在都维持在 422公吨到423公吨之间啊 4从这个2000年低际 422.1到现在2001年的 2010年低际是42 4000 420 对不起 423.6啊 那都维持在422.1到423.6之间 几乎没有变动 那其实有些人认为说 我们在这个外汇存体方面 错失了当初黄金上涨 替国家赚钱的机会 那像这个刘一如刘主委 自己都赚了五成 那所以我们在外汇存 这个黄金储备方面 我们是不是要适当的增加持有 还是说 这个 维持 那买跟不买 增加或不增加 您的看法跟原因是什么 向路远报告 事实上 我们黄金全量是在全世界基第十一美 我们黄金占外汇存体的比例是 百分之4.87 我们邻近国家 韩国是0.22 新加坡是2.7 日本是3.21 中国大陆是1.94 所以你觉得我们还算是高 不需要再增加 我们黄金占外汇存体的比例是 比邻近国家的比例还高 对 我现在讲的不只是比例 我今天谈的是 有没有替国家增加财富的一个机会了 那所以你可以去调节嘛 比如说 他很可能一直上涨的时候 我们就买一点 然后当他就说 看那个账到差不多 我们要不要卖出去替国家 所以我们的 这个持有的准备 跟替国家创造财富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持有的比例 这个4.8 虽然在周边国家来讲不算是低 可是 我并不表示说长期持有 我只是说我们在投资组合上 在外汇存体的准备上 我们是不是应该 美元一直走扁 然后国家汇存一直支出一直在赔 可是有这样的这个商品 我们就不去碰它 那其实这个就是在 央行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立法院应该监督的原因了 像卢委员报告了 事实上我们从债券的交易 从币别的交易 那个赚的钱要比房间的交易 来得方便 那今年你的预算我们就要好好地检讨 要不要再增加国库的收入了 那这个汇率 因为台币升值的时候 这个角库的应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那所以呢 你今年还是1800亿的角库吗 今年可以达到1800亿 那可以调成2000亿 今年可以 也可以哦 2000亿也可以 我说今年大概1800亿 我们可以达到命 今年1800亿就跟去年一样啊 没减没减嘛 但是汇率不一样啊 好谢谢 黄金也不一样 谢谢